其實在中秋過了,這早上的天氣溫度變化是越來越大 並且很容易將流行情感冒、動作是一般的感冒 也讓疫情因素來擴散 一百空一年,光輝流感疫苗對疫苗開始開放接近 因為疫苗在接近後,只要兩禮拜的時間才會生成全球的保護 所以各自為先決定要提出 六十個月以上的老實施 六個月以上到國學六年級的誘導和學棟和吉他 符合這情條件的民眾要提早時代 我先方向,再有法度降給六甘北斗的團補 十個月前一說,由六甘疫苗開放接近 將以期為先叫拜登中处配合病院的疫苗人員 等於社区生活 為符合這情條件的日頂者和幼党來接近疫苗 在正中一參的活動中心 一早就有位者的老實斗 拜登等待醫生目標準備要接近疫苗 流行性感冒 它的發燒突然會高 大概38度 1.5以上 還有肌肉、骨頭很痠痛 整個人不舒服這樣子 然後大部分這個流行性感冒 就在65歲 年紀比較大 還有比較年輕的大概六個月以上的小朋友 都比較容易得到這個流行性感冒 所以我們現在怎麼以防呢 想來多喝水、多運動 還要接觸這個流行性感冒的疫苗 經濟統計每一年流行性感冒的高峰期 大約是在6、6過年的盛額 但是因為接近疫苗 只要在這兩禮拜後 只要在人家三省足夠的本項 他們做工藝市 衛生教育特別行業 人家要盡量在10月份 至11月份時間 來完成流行疫苗的接種 現在是目前有74家 合約醫院跟診所 那在衛生所的部分是完全沒費 承認的部分是禮拜一到禮拜五上午 那小朋友的部分是禮拜一、禮拜三、禮拜五上午 那為了因應提供長者的方便性 我們在街市也提供了103帳的社區接種服務 相關的資訊可以打電話到衛生局來做諮詢 也可以上衛生局的網頁去做查詢 當年7、衛生教提出的民眾 像當貴子去我們變化比較大 民眾要去接種洗手 加強個人的衛生管理 那是有感冒的精準 他們應該要戴口罩 當時在掃的時候也要注意衛生的類似 為著自己和家裡的人健康 也請符合條件的變種 趕緊接種流行疫苗 相關疫苗的資訊可以向港義七 衛生局來查詢 西新新聞中郵民 王秀蘭 港義七 蔡宏博都